眼下正值候鸟迁徙的高峰期 贵阳市清镇市洪峰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大批越冬候鸟 成群的白鹿、苍鹿等候鸟栖息在湖面上 与冬日的暖阳交织成一幅生态和谐的美好画卷 初冬时节 在洪峰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 苍鹿、白鹿等候鸟在水里悠然兮兮 它们时而拍打水面 时而振翅飞翔 给冬日平静的洪峰湖增添了无限生趣 洪峰湖作为我省首批公布的 36个候鸟迁徙通道重点保护区域之一 其总面积为197.82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58.2平方公里 区域内植被茂密、鱼虾丰富 为各种鸟类提供了栖息场所和食物来源 自我们10月份开展这个野生动物资源监测的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在洪峰湖这个地方已经监测到十多种鸟类了 比如说翅膀牙呀 那个白鹽浅牙呀 这些鸟类都基本上都监测到了 随着气温的降低的 在我们洪峰湖这个地方越冬的水鸟的话 总是会逐步的增多 据悉 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3月下旬 是东候鸟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时期 为加大对候鸟越冬地集群活动的保护 贵阳市林业局不断完善保护制度 同公安、农业农村局、海关等部门 建立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运输、收购等违法犯罪行为 通过远程监控加人工巡护 对候鸟觅食地、停歇地加强监测 确保异常情况尽早处置 保障候鸟越冬地的安全 截至目前 洪峰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共监测到中华秋沙鸭、白鹿、扳嘴鸭等鸟类30余种 共11,648只 下部我们不仅是要加达执法和寻查的力度 同时我们还会加达愚愚愚愚的监测 野生动物的救护等各方面保护工作 保护好了我们的野生动物呢 维护好我们生态系统的 我们的野生动物